《新民地區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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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政府今日無以大派灣發生核事故 進行應變演練 其中17名綠色和平成員 到東平州要求參與演練 但被警方阻撓 成員在码頭拉起橫架抗議 綠色和平資深項目主任谷偉木批評,演練欠缺公眾參與,又不滿政府應變計劃,只是疏散核電廠20公里範圍內的居民,不能應付真實的核事故,形容演練只是造蘇,妄固市民安全。 對於演練只是撤離10名東平州居民,沒有透過直升機發出警號等,保安局局長李少光藐視,今次演練各個部門都十分認真,並不是公關蘇。 而以往警方曾撤離過過百到數千人,認為政府有能力應付大規模的撤離行動。 他又說,根據大型核事故的應變,撤離區是核電廠20公里範圍內,本港只有東平州在緊急撤離區,因此今次只是撤離該島的居民。 而今次測試的目的是測試各個部門的反應、溝通和配合,而示威者另有目的因此不獲安排。 九巴引入新一代的電動巴士,續航實地測試,巴士每充電30秒可以行走大約1公里,最多行走8至10公里,相當於佔沙咀去攜坊的路程。 比起前年引入的第一代電動巴士,續航力增加一倍。 九巴說,使用新款的電動巴士,可以減少沿途充電站的數目,有利在繁忙路段行走。 估計測試最少需要半年,包括不同的天氣和路面情況,暫時不會被公眾乘搭。 九巴董事總經理何達文表示,上個月已經向政府提交建議, 由超級電動巴士,行走全身5M的循環線,往返平石到啟東道一共4個巴士站。 如果獲批准,可以在明年中投入服務。 另外,九巴亦都構思在啟德發展區完成工程之後,加入電動巴士,行走觀塘,啟德和港鐵九龍灣站。 何達文表示,過去一年油價持續上升,但今年首季已經較去年上升一成。 九巴會透過各種自流方法減省成本,暫時沒有計劃申請加價,但他強調經營面對壓力。 最後看完天氣,和一股偏東氣流相關的雲帶正覆開廣東沿岸地區。 這一股偏東氣流,會在明天逐漸被一股偏臨氣流取代。 預料該偏臨氣流,會在周末期間和下個星期初轉吹活躍,會在橫欖帶來驟雨。 本安地區4月27日的天氣預測,多雲,初時能見度較低,曬測有幾陣趙雨。 氣溫介乎24至27度,相對10度,75至90度,吹青燕邊東風,寧岸間中吹強風, 明晚轉吹和本東南風。 展望周末和下周初,有凌山趙雨和幾陣雷暴。 各位,這次新聞報道完結了。多謝各位收看,再會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